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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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还是要发光 还记得上个礼拜 你老师跟你们分享的小故事吗 听完那个故事 你会发现 要把房子建造在有好的根基 坚固的根基上是不是很重要呢 今天呢 你老师也要告诉你 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耶稣的身上 那要如何建造呢 其实很容易哦 就是我们只要认识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并信靠神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生命 建造在坚固的根基上 在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凡听了我的这些话就去行的人 就像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 任由风吹雨打 洪水冲击 防止人屹立不倒 因为他建基在磐石上 凡听了我这话 无趣行的 就像愚昧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遇到风吹雨打 洪水冲击 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很厉害 在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教导群众如何把房子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 耶稣说那聪明的人把房子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 就像这样子 就算是风吹或者是下雨来的时候 我们看我想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风吹雨淋 就算是龙卷风来 这个房子还是很坚固的 在这个磐石上没有任何倒塌 也是说这样子盖在磐石上的人就如同聪明的人一样 但耶稣又说了 有一些人选择把他的房子盖在了沙土上 当下雨来的时候 房子就倒下来了 这种人就像愚笨的人一样 他选择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今天我们要选择当聪明的人 还是当愚笨的人呢 今天我们说要将生命建造在耶稣身上 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的相信他 耶稣希望给我们最好的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需要完全的信任并遵守神所说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说要遵守神的话呢 因为呢 当我们去了解神的话 只是明白是不够的 要去做我们才会知道要怎么行出来才是好的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今天老师买了一盒新的热告 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拼出来 像盒子上面的图案呢 是随分乱拼吗 还是 你看 我们先把它打开哦 你会发现 里面会有一本说明书 如果呢 我需要照着 像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需要 读说明书 读完之后 就完成了吗 当然没有啊 所以呢 我们不是只有 读说明书而已 而是你看哦 说明书上呢 他会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告诉你说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需要找出这个方块 这个方块 然后把它组合 然后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做 还是呢 我可以从12号 因为我太想要完成了 然后就要赶快跳啊跳啊跳啊 跳到我这边 你觉得这样会完成一个完整的热告吗 也是不行的 所以呢 当我们使用说明书 需要 按照他的步骤 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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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去做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成品 我们的生命呢 也有一个很棒的说明书哦 那就是圣经 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上帝的话 那我们不是只要读上帝的话 是让我们能够造的圣经里 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 去行出来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可以在坚固的磐石上 当我们生命在坚固磐石上呢 我们就不用害怕任何的暴风雨 任何的困难 因为我们信靠上帝 上帝就会是我们永远的一样 靠永远的帮助 永远的喜乐 今天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再次把生命交给他 让我们一起低头闭眼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 能够认识你 我要将我的生命再次交给你 让我的生命能够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 帮助我每一天能够跟随你的脚步 越走越稳 越走越顺利 就算遇到困难我也不用害怕 因为我知道你会与我同在 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小朋友 在新年的一开始 第一个月 让我们就定基在上帝的身上 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 让我们未来的道路就不用害怕 还是要发光我们下次见 耶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